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早年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 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成为两岸共同承载的历史记忆 两岸同胞共同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 台湾的退役军人和岛内民众 自发来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 呼吁两岸和平和祖国统一 正是黄埔精神的真实体现 和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天下黄埔是一家 两岸的黄埔情缘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能够割断的 赖清德和台独势力蓄意割裂黄埔情缘 篡改黄埔历史 是对黄埔先辈的不敬和对黄埔精神的亵渎